另外五党籍的现议员候选人陈志明 涉嫌以每票2000到3000元的价格 向选民汇选遭到花令地方法院裁定积压 而这个裁定让陈志明的家人是相当的痛心 因为根本就不是事实 陈志明竞选总部也召开了记者会 高喊司法不公 老朋友低着头哭不停 他是五党籍现议员参选人陈志明的儿子 11月初涉嫌以每票2000到3000元价格向选民汇选 花令地方法院裁定陈志明积压禁件 这个裁定让陈志明的家人相当痛心 因为根本就不是事实 陈志明竞选总部也召开记者会高喊司法不公 我先生陈志明的清白 请司法还他一个公道 我的儿子每天都在找爸爸 每天哭每天吵 你们都说陈志明是黑道 现在的司法不是更像黑道吗 代替爸爸请跑选址行程的儿子陈俊宏说 不管父亲在外面风声如何 但是父亲的为人大家有目共睹 对于这次检调单位大动作的搜索 针对几位的证明感到相当抱歉 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我们的支持者 一路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相信我们 也支持我们 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 很对不起我们支持者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好像所谓是我父亲的支持者 每个都要被司法单位叫去约谈 叫去做笔录 那甚至有的还遭受恐吓 为什么会变成说只要支持父亲的人 都一定会被剪掉叫去做笔录呢 另外其中一位王小姐说 司法真的非常不公平 只要是支持陈志明的民众 都有可能涉嫌会选 对于这次检调单位的调查 陈志明竞选总部表示 痛心也感到非常的不公平 调查这么一段时间 只希望司法能够给予公正的回应 还给陈志明清白 让他继续为民服务 记者高雄雙玉礼镇采访报道